现在3月29日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小幅高开周的冲高回落 弱势震荡的格局 再现了互强深入的走势 昨天生成纸和创业板纸相对而言跌幅是靠前的 我们在看到近期由于人工智能拆的GPT拥挤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昨天相关性的数字经济板块是跌幅居前 那么涨幅居前一直是我们近期重点强调的酿酒板块和大消费类 那么对于今天行情我们怎么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的表现 道雄指数下跌0.12% 纳扎指数下跌0.45% 标牌指数下跌0.16% 英国德国法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同时昨天的中概股方面大涨3.68% 这其中阿里巴巴大涨达到14.26% 以及在昨天我们也重点强调关注一下石油石化板块 会不会由于原油主力的上行所带来的反弹 那么在昨天原油主力继续上行达到1.73%的上涨幅度 以及布伦特原油上涨0.85% 所以说对于今天而言石油石化板块继续维持在强势也是大格力事件 同时我们在近期也多次强调过酿酒板块还有证券板块 酿酒板块昨天上涨1.45% 我们在上周四的五平重点强调证券和酿酒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多次讲到了北向资金在近期持续流入到酿酒板块 这是昨天上证指数的分时节骨图 我们看到在两点半的时候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但是我们看到在两点半之后北向资金却是净买入 如果从第一点流出那么持续净买入即是尾盘加仓了超过20个亿 在昨天北向资金净流入3.54亿 主要净流入是在昨天的尾盘有抄底资金 我们再看一下昨天3月28号行业资金的流向之中 流出部分主要是在信息技术资金大举的卖出 流入部分主要集中在日常消费和能源类 所以说对于今天而言 我们仍然要关注一下大消费板块 还有石油石化板块 我们投资料知道在近期连续形成一个放量 也就是连续4天成交量达到万亿以上的水平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也前能够连续下跌 先放量再缩量从高到低 放量到缩量见底 好了如果说从低到高的话 是逐渐的缩量之后再次放量 这是量能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增量资金 近期是有增量资金 以及从均线我们也多次强调过 六式均线是一个强劲的支撑 目前是在有增量的情况下 均线即将形成一种粘合 所以说市场其实在等待一个放量大阳线 或者是放量大阴线 我再次强调一下 要么就是一个放量阳线 要么就是一个放量阴线 所以说市场是等待突破 两市加在一起的成要金额 已经是连续四个交易日突破了上万亿 我们在近期多次强调过中字头 包括整体的高位 这些概念性的板块和个股 正在进入到一些切换 那么切换到大金融 大科技大消费板块 当然从科技板块 我们看到半导体 昨天是相对表现弱势 近期我认为 目前整体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仍然是酿酒板块 还有大金融板块里面的证券 所以说对于后期而言 我认为指数是沿着六市均线 整体是震荡反弹为主